到周三的安排 那我们这个周六周日的安排是什么呢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周六周日的安排 那我们周六周日呢 我们是这样来安排的 首先呢我们是下午一点钟呢 我们是有北美股票 然后另外两点钟是我们最经典的数据的介绍 然后数据分析的这个大咖坛 然后另外接着呢我们是有个人税 这个现在是特别火爆啊 然后再另外呢我们是有呢Found Account的 这是一个银行就业准备班 然后再另外呢是CPA美国注册会计师 然后再另外呢周六下午三点钟是财务分析师 还有一个新的一个就业方向叫工程纪良员 然后再另外呢就是我们的FARM FRM证书啊我们非常朴实朴素 但是呢帮助了很多学员考出这张高端的证书 再另外就是CFA证书啊 再另外就是科学投资法 这个是麦克老师主讲啊 帮助了很多小白平民百姓都可以啊 投资面前人人平等 再另外呢就是我们的电商创业 然后互联网民销创业 所以这是我们呢明天的安排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 插拳摩掌明天准备呢全新的 能够呢有收获的一天 然后再另外呢是我们的周日 那周日呢我们有数据分析 医药项目班 另外呢有小白看财报 还有利奥老师的美股外汇投资讲座 CIC证书 然后呢高中的一个编程讲座 这是我们的周六周日的安排 那亲爱的小伙伴们在下面呢 我们有两个特别的二维码 一个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工作号 如果大家呢想了解维多利亚教育集团 作为一个21年的百年老店 在培训方面能为您做什么 在教育方面能为您做什么 大家可以扫第一个二维码 那我们所有的周一到周五的安排都在里边 那我们第二个二维码呢 是我们的YouTube频道 刚才已经提到了啊 我们是280个夜晚 我们也就是说有280场讲座 那280场讲座当中 我们呢会给大家呢 全部都提供了录播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里可以看到 好吗 那我们呢第三个二维码呢 就是在我们整个屏幕最下面的这个二维码 这个二维码呢 就是我们共学营的Cassie啊 这个管理员 然后Cassie呢 也是呢 她是我们现在是有11个群啊 感谢Cassie呢 为我们打造了呢 这个成功的打造了共学营 其实Cassie呢 就是我们今晚的这个共学营的负责人啊 我们的梁梁也是呢 著名的还有两个身份 一个身份呢 是维多利亚教育集团的 共学营的创始人以及负责人 还有一个身份呢 叫梁超越 就是现在一个网红这个识别号 这个燃燃升起的美女网红 所以今天晚上呢 我相当于呢 把我自个的人奉献了出来啊 请这个我们维多利亚教育集团 共学营的负责人啊 共学营能够在短短的时间内 做到了11个群 500人每个群 然后我们一共是5500人 共学共进 这里边呢 有我们亮亮的大量的心血所在 所以啊 亲爱的朋友们 大家可以来听一下 这些年轻人是多么的厉害 这些年轻人会为我们带来什么 所以今天晚上呢 这个校长呢 要给大伙介绍呢 两位全新的啊 这个可能在多伦多呢 很多人第一次听说 但是我告诉大家 梅花香自苦寒来啊 你会发现呢 多年的 在传媒行业的 这种修炼 才使得他们的视频号 能够呢 短短的时间内 点赞量提升5倍 那刚才已经介绍过了 我们的小美女 梁梁啊 校长呢 有一点私心啊 梁梁也是我的干女儿啊 这个所以呢 校长呢 是非常看好这位年轻人 也一直鼓励她 希望呢 她能够帮助到更多的 像维多利亚这样的企业 通过视频号 让我们的服务 和我们的产品 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 那当然呢 这里边呢 他们拍的视频 基本上会给大伙演示一下 每次都是带来耳目 新的感觉 今天晚上呢 我还要给大伙 隆重推出另外一位啊 我们的帅哥 酷酷的帅哥啊 那就是我们的张天明啊 天明呢 我看着像弟弟一样的 一个年轻人啊 这个时代真的是后浪 就是我们的前浪呢 一定要知道 我们呢 要这个 帮助后浪 后浪才能够 推着我们的前浪 往前走啊 这就是两位典型的后浪啊 天明呢 虽然是后浪 但是呢 大伙看看他的资历 你会吓一跳 校长经常呢 别人说 校长你每次讲话 都底气十足 因为呢 我觉得我特牛 我特牛的原因呢 不是因为说 我有多么厉害 而是因为我认识了 多伦多一堆牛人 牛也想不到 在多伦多呀 这是一个牛人遍地的世界 所以呢 我见到谁我都不错 我都想说 我见过很多人 比你牛多了 所以呢 今天就是这样一个 比你牛多了 这样一个人啊 这个老老实实 踏踏实实 天天兮兮地 坐在这里啊 我们的天明呢 他有三个身份 第一个身份 乐视 大家都知道乐视 太出名了啊 乐视控股市场活动 负责人 大伙都知道 乐视在中国啊 这个做得多么风生垂起 幕后英雄呢 当然有我们天明的一份力量啊 另外呢 百度 大伙都知道 对吧 百度视频市场的总监 哇 这个应该举手是吧 大伙对这样的 牛人都不感到特别特别的这个敬重吗 我觉得应该举手的啊 我自己因为是这样啊 然后另外呢 也是加拿大唯一的华人创投媒体 海创派 海创派很多人听说过 然后是 就是我们天明市创始人之一 他是managing director 所以呢 天明是特别特别厉害 特别内秀的一位年轻人啊 那他现在在做什么呢 带着百度的 带着乐视的这种呢 特别的这个创业的基因 他现在呢 是跟我们的亮亮 然后我们的梁超越 组成了一个特别的团队 然后呢 打造我们华人第一视频号 平台 这个所以呢 我也非常高兴 因为他们已经帮助维多亮 也帮助了非常多 像我们这样中小企业主 看到了希望 像我们这样没有办法 一辈子变不成网红的 这个中老年人们 现在呢 都可以通过年轻人 让我们的企业 再一次绽放光彩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 希望大家进入学习状态 让我们热烈的举手 欢迎我们的亮亮 我们的天明 进入直播间 然后为我们来介绍 如何让我们的视频号 点赞量提升五倍 举手要热烈啊 说实话 我要是有这么好的东西 我不会轻易来分享啊 但是呢 他们两个人在我的鼓励下啊 Angela举手了啊 谢谢 然后呢 我说为什么不分享呢 他们愿意毫无保留的 跟大家来分享 所以大家举手要热烈啊 举手不热烈 我们就没有办法 给大家来讲干货了啊 哇 要听干货 还不举手表示 欢迎尊重对方的时间 尊重嘉宾的时间 尊重自己的时间 我们热烈的举手 告诉大家说 我已经进入学习状态 我要学习进步正能量 Yes 好的 好 那我们来讲 一分钟将故事讲清楚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好 谢谢 天明 我们的美女帅哥 进入我们的直播间 谢谢 超级感谢我们校长给我的开场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校长来介绍我们两位 然后今天呢 就由我跟天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做视频号这段时间 一些心得和体会 然后我们的主题呢 就是一分钟将故事讲清楚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将从以下六个方向跟大家来进行分享 第一个呢 就是说短视频的这个起源 然后包括一些策划制作 还有运营 以及它的变现 和我们对视频号的认知 好 谢谢 我是Tim张天明 感谢校长 感谢维德利亚集团 给我们这个团队这么一个机会 能够来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 那我们先大概跟大家讲述一下 就是什么是短视频 以及短视频的一个前生金饰吧 这么一个概念 其实短视频很简单 我们觉得短视频 在广义上来讲 它就叫做UGC 就是所谓的User Generated Content 也就是用户生成内容 即用户原创内容 也就是说 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上 你可以既是观众 也可以是内容的创造者 那这个概念 其实最早的话 是在十几年前 也就是在2006、07年那会儿 其实就已经有了这个风气了 当时的话 其实最主流的是YouTube YouTube其实它就是一个 最早的一个UGC的一个视频平台 那在国内的时候呢 其实在2006年 YouTube也是成为了我们中国国内第一家 专注于UGC的这么一个内容生产的视频平台 但是呢 当时受限于当时的一些平台的一些限制 比如说当时我们还不是4G时代 我们还是处在3G的一个时代 以及当时我们还是PC的一个时代 就是我们的智能手机 其实还并没有普及开来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 创作者的这些创作热情和激情 无法去展示 我们打个比方 在当时的时候 如果你想拍一个短视频 那你可能首先 你要先拿DV 先去外边去拍摄一些内容 回到家之后 打开你的台式笔记本 台式机 然后把你的视频上传到 传输到你的电脑里边去 然后再通过一些特定的剪辑软件 进行剪辑生成 渲染出来之后 再上传到UQ或者YouTube 那其实这一整个一条产业链 一条这个工作的链条是非常长的 也是对于你的专业度 会有很高的一个要求 所以当时的情况下 对于生产者这边的话 会打击他们的一个生产的热情 那对于用户端这边来讲的话 其实在当时情况下 因为我们没有智能手机 我们也没有4G的网络 没有5G的网络 我们无法随时随地的 去观看这些有意思的视频 所以后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回到家 大家打开我们的电脑 然后上网之后 再去YouTube或者YouTube的网站上 去挨个去点击这些短视频 这些视频内容 其实也是会对他们的一个 观看的成本 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所以在当时那个年代 UGC并没有盛行 实在是PGC 就是Professional Generated Content 也就是专业的生产内容 那这些都是由专业的 这些视频生产团队 进行来进行打造的 比较典型的就是说 像从08年到15年 其实这段时间 有很多包括我们的网剧 这些都会在这边 进行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生产 这也是因为这些专业团队 他们有更高的预算 有更好的传播质量 能够保证他们的产品 能够传递给 所有大众的这些观众们 然后之后 短视频是如何兴起的呢 真正的UGC兴起 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 不断的变化 那我们15年开始 我们正式进入了4G的时代 那15年是我们的4G的元年 那之后同时 15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15年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 已经基本上都用到了智能手机 手机已经接待成为了智能手机 所以我们的这些硬件条件 已经具备了 我们可以随时随地的 拿出手机去看视频 但是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14年 我们14年的时候 我们的快手正式成立了 然后16年的时候 推出了 金属头条推出了抖音 那这两个现象级的产品 也是助推了 整个短视频时代的一个浪潮 所以就是推动起到 现在我们变成了一个 非常短视频的一个风口 那视频号呢 是微信 是腾讯微信旗下的一款产品 然后它其实出现的非常晚 它真正的出现是在 今年2020年 它是1月份内部推出开始测试 然后3月份开始正式地 进行一个内测 直到现在 它也没有真正打开 它所有的这些全网的流量 所以它目前还是 我们会理解为 它处在一个内测的一个阶段 但即便如此 它的流量依旧是 非常的非常的可观 那这是我们大概 讲解一下就是 短视频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前生金式的一个演变的过程 那之后的话 我们现在来讲一下就是 短视频里边我们最火的抖音快手 以及视频号的一个推送的一个机制 那相信我们应该大部分人都用过抖音和快手 它的推送机制很简单 就打个比方 如果我是一个内容的生产者 那打个比方 我可能是一个广场舞的一个高手 那你在出来这个内容之后的话 抖音会先给你一个很小的一个流量池 就是给你一个小广场 让你在这里面去跳舞 它发现有很多的人 还是在你身边围观关注你了 觉得你这个舞跳的不错的时候 那抖音会跟你说 哎 姐妹你这个舞跳的很好 那咱们给你一个更广阔的一个舞台 让你去那边去领舞好不好 OK给你推到一个中广场去 那在中广场的时候 它发现你 你的艺人 你的这些内容 你的舞蹈 你的舞姿一人吸引了很多人的驻足 然后OK 那说说 那我觉得这个平台也不适合你 我给你推到一个更大的流量池里边去 给你推到一个更大的广场 让你去跳 给你一个全新的舞台 所以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它把你的流量 通过你的内容的优质程度 把你的流量一步步的推到了更大的池里边去 它怎么确认你这个流量的好与坏呢 是通过你的点赞率 以及你的评论术 包括你整个视频的一个玩播率 在你视频上停留多长时间 各种指标 用大数据的方式 能够来算出来 你是一个非常优质的内容创造者 于是给你一步步的 把你的流量推送到更高的一个台阶 这是抖音快手的一个算法 那视频号呢是这样 视频号其实更多的都是通过熟人的一个推荐 我们打个比方 就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不知名的一个小店 开了一个店 那肯定是需要口碑传播 那我先是需要好友来帮我去打call 那给我来助威 那好友点赞之后的话 好友的朋友会来到我的店 说我来尝一下吧 发现这个还真不错 OK啊没问题 那我也给他打个call 我也给他点个针 于是一步步的 我们通过这种好友的 这种递进式的迭代方式 把更多这些优质内容 传托了更多的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视频号 它更多的是通过一种 所谓的半熟人社交 就是你前期先通过你的私语流量 也就是你自己的朋友圈的流量 来进行一个影响 当把你的朋友圈的人 影响到足够多的时候 我们在一步步的去往外扩散 影响到你朋友的朋友 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这么一步步的进行到一个 全网的一个扩散 所以它是通过这种方式 进行一个递进式的传播 那这就是抖音和快手 在内容推荐方面的一个不同 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看抖音和快手的时候 能够看到 平台上会有很多 就是我们所谓讲的 可能更偏 比较三俗的一些东西 可能会有些帅哥美女 跳舞这些东西 因为抖音和快手 他们可能没有所谓的 我们讲点赞的压力 就是你给这个视频号 你给这个抖音和快手的视频 点个赞 他不知道是你点个赞 别人看不到 但视频号不会 视频号的话就是 当你点完赞之后的话 推送给别人的时候 大家会看到说 这个是张甜名点了一个赞 对这个视频 该视频点了赞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大家会有一个 所谓的一个点赞的压力 有一个隐私压力 就是我在视频号的时候 我可能不太想 去点赞一个美女跳舞 为什么 因为我可能 我有老板或者我同事 看到我这个情况下 他会觉得 原来他喜欢这样的 有点三俗 有这种压力在里面 所以说在视频号上 我们会看到更多的是什么 是更偏正能量的一些视频 或者说是可能 更偏无关痛痒的一些视频 比如说有些什么 经典老哥回顾 这种比较能够让你去 Q-time那种 这种内容 是这样的 所以这是我们 针对抖音和视频号 和它的推荐机制的不同 我们给大家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介绍 现在我们的一个点就是说 为什么微信在2020年 也就是4年以后 抖音出现的4年以后 才开始正式推出的视频号 它之前也推出的 其他的一些应用软件 都没有成功 都已经死掉了 视频号现在是一个 非常崛起的产品 为什么 我们可以从微信的价值观 来去出发看这个问题 微信价值观叫做 让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品牌 这句话其实很像我们 维多雷亚个人品牌的老师 高超老师说的一句话 就是个人品牌时代的来临 这其实就是微信的一个价值观 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 把这句微信的价值观记住 让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品牌 然后我们一步步的往下来讲 看看我们这一段时间 我们运营我们的视频号的一个感悟 是不是有没有跟微信的价值观 有一个深度的匹配 那在我这边开始讲之前 先跟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做一个互动 我不知道在线上的小伙伴们 大家是否已经开通了视频号 如果您开通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靠个1 然后如果您已经开始运营视频号了 大家可以举个手 然后我们就 大家可以互动一下 然后我们也是在一个 探索和摸索的阶段 然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随时在评论区 给我们留言 大家一起互动 然后希望这个直播间 更加有互动感 有意思一点 对 我来看一下 我们的评论区的小伙伴们 我们先来看 因为现在刚刚天明哥也在讲说 微信现在其实还没有 全部大量的开放这个视频号 所以没有开通的小伙伴们 也不要着急 我们慢慢的等待 咱们在前期的准备 包括一些技术 或者是定位上面 做好准备之后 等到微信视频号 据说在春节的时候 会大规模开放 那那个时候我们再完全的去准备 就是已经准备好了 再去制作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时间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跟大家先 有一些小伙伴还没有进行这个视频号的了解 或者说先简单的讲解一下 就说其实视频号呢 它是我们用户在微信上的第二个身份 怎么说呢 就是我们用户呢 可以浏览视频号上的内容 比如说在朋友圈啊 或者是在你的群里面会看到 大家会share到这个视频号的链接 但是如果您要发布内容的话呢 就需要进入到专属的页面端口 就是你朋友圈的下面那一栏 会有专门的叫视频号的那个进入端口 然后你再去注册 那它现在分为两个 如果是你你是名人啊 艺人啊 公众人物 或者是某一个专业的这个所谓的KOL 那你就可以注册为一个这个达人 就像我们屏幕的左边 这个杨幂明星啊 然后如果您是企业的话呢 它其实是蓝标认证的 它需要提供一些企业的 这个企业的注册信息 然后与你的公众号是需要相同的 那它就是根据你的自己的内容方面 来进行自己的筛选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这如何去发布动态 在我们来看第一张图 你的右上角会有一个小人 然后呢 我们就会进入到自己的这个 自己的专属页面上 然后他已经开始了直播 但直播也是属于一个内测阶段 有一些朋友们会有 有一些朋友们暂时还未开通 大家也不要着急 并且你发布动态的时候呢 会涉及到一分钟和三 和就是超出一分钟的 一到三十分钟的视频 然后如果您超出的过程呢 它会显示说预览只有一分钟的时间 其他的就会让你再点 就是多了一个跳转步骤 我们再看 就是说你进入页面了以后呢 会有一个发布的编辑的动态 你可以添加表情 编辑文字 然后添加背景音乐 包括还有 我发现了华为这个安卓的功能上 是有美颜 可以再去添加美颜的 但是好像苹果上面还是没有 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然后内容发布前呢 大家可以看评论的下面会有一个 你可以选择地理位置 比如说我在维多利亚教育集团 大家可以定位在维多利亚教育集团 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的一个广告的露出 那还有一个就是扩展链接 可以就是可以添加您自己微信公众号上面的一个链接 但是一定要注意 它必须是群发过后的 不可以是预览之后的链接 这个就简单的跟大家去讲解一下 然后呢之后的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来聊一聊策划 其实也是我 我们在复盘这个做视频号这段过程中 遇到的一些问题卡点 然后也欢迎各位直播间的小伙伴 跟我们一起互动 是不是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或者是大家可以来交流 然后在评论区我们随时沟通 第一个我就是来聊一聊我的心路历程 对 在最开始我做视频号的时候呢 是18年 我就是做了一个线下活动 叫一杯咖啡换一个故事 当时就是想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认识很多不同的朋友 深度链接 然后了解他们背后的一些 小的经历啊 然后能够学习到更多东西 也是通过这个活动 真的是跟很多朋友 重新的去了解他们 然后认识和深度的链接之后 但是因为学业很繁忙嘛 然后就停止了 在2020年这个视频号 也是接受到了它的内测 或者是开通了以后就在想 我可以把这一个点作为一个 自己的一个主题 一杯咖啡换一个故事 来去作为我视频号的一个主题 那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 最开始的这个想法和这个视频 来看一下 一杯咖啡换一个故事 当目前为止 你觉得你最骄傲的一件事情 人生有很多骄傲的时刻 我觉得最骄傲的 让我自己很克服明星的 就是当时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 毕业的时候 然后我站在领奖台上 那时候有三个人 然后大家都是一杯四点名毕业的 那个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能站在很多美国人面前 然后拿到了最高荣誉 那一刻我觉得是 最值得让我骄傲的 我心里自己就在想 其实我今天能站在这里 当然和自己的努力是很有关的 但是呢 其实我每天可能就给他们 多做了一点点 就是那么一点点 让我能够今天站在上面 让所有人看到 而不是下面黑乎乎的一片 但是他们也都有很努力 但是可能我就每天 多花了那半个小时 或者上课多做了一道题 然后就有了这样的成就 其实最简单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生活中的例子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给爸妈探过床单 那个床单探完之后 如果你再去轻轻地扶两下 把它放得更平整一下 那个效果和你没有放过就不一样 所以这就是所谓的 你只要多做那么一点点 可能你的效果就会很不同 百分之 这个视频就是我当时在做 一杯咖啡换一个故事 觉得特别好的一个点 然后我也采访过像RBC的VP 也有一些新移民 然后但是我发现了 就是我经历的一个卡点 就在于大家会喜欢 在讲大道理 就是会上价值 并不是一个生活中的小细节 而我当时采访这个姐姐的时候 就是很巧 我们是第一次见面 在餐馆去吃饭的时候 我聊起了我做视频号的 这个初衷和想法 然后他就给我分享了 他当时的这么一个感悟 然后我就觉得说 这就是我想要的一个点 然后我就拍出了这样的视频 然后后面的所有的视频 我都是围绕着这样的出发点 去跟我的嘉宾去沟通 然后去访谈 但是这就遇到我第一个卡点 就是很多嘉宾没有办法 在一分钟之内 讲明白一个故事 但是如果说我们前期需要素材的整理 然后文案编辑 包括跟嘉宾的沟通 这需要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这个沟通成本非常高 那这样的话 前期可以刷脸 但是后期的话 没有办法去保证 每一个嘉宾都是高度配合 或者是我们的产出比 那这样的话 就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准备 一分钟讲不清楚一个故事 同时大家又是在讲一个 比较泛泛的一个道理的话 其实我们用户体验是不是很好的 那么这就衍生出来了我的第二步 我就是在也是疫情在家 没有就是自己的一个灵感 然后就想说 我可以通过我之前的一些经历 然后进行一些故事分享 那么我的第二个转变呢 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是我有一天晚上在家 特别灵机移动的一个状况 看一下这个故事 一杯咖啡换一个故事 你会用什么水果来形容自己呢 在我大三的时候呢 我上了一门艺术课程 最后的一个project 就是要用水果来做一场行为艺术 在我奋战了三天三夜之后呢 我想到了一个非常有味道的作品 当时选择了用榴莲 作为我这场作品的主角 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将榴莲摆在地上 然后上面立了一个牌子 写着来摸我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就拿着一个木板来去磨榴莲的刺 你来摸一摸这个榴莲 然后很多人呢还是嗤之以鼻 然后就捂着鼻子走了 然后在我不断地磨的过程中呢 然后大家看到它已经不再尖锐了 然后更多的人过来去摸它 因为我们周边的环境 我们会把身上的刺一点点的磨平 但其实真正喜欢你的人 他不会因为你有刺 或者是因为你的味道就离开你 他会看到你内心深处的柔软 其实活成榴莲未必不好 外表有刺 内心很甜 闻着臭 吃着很香 以为不好相处 但是他内心狂热 其实只有识货的人才稀罕 对 这一个视频呢 就是我就变成了一个 现在的非常流行的 很多口播类的博主 就是属于自己在家 然后对着镜头去讲一个 一分钟左右的一个故事 但是呢 他也是非常非常有考验的 就是在于你要考验 这个主播的持续的输出能力 那这就是迎来我第二个卡点 就在于我会觉得 在我这个年纪 我25岁嘛 那年龄比较小 所以阅历还不是很够 那一直在输出的时候 是没有很多的经历和过往的 那这样的一个故事和拔高度 就是对于我来说 不符合我自己的一个年龄层 那我没有办法作为一个持续输出力 这就是我未来的一个 视频号的内容上面的输出的问题 那么 就是也是非常非常巧的一个点 就是在于 我这个11月11号单身节之前嘛 我就跟天明哥聊 我说 我想做一期讲相亲的故事 这个话题来源于生活啊 因为我身边的好多小伙伴们 都面临着催婚的问题 也是我跟我爸妈去沟通 产生矛盾最大的一个点 也是在沟通的过程中发现 其实我们是被标签化的这一个冲突点 其实并不是说真的拒绝相亲 或者是拒绝去认识人 而只是说我们在反对的是 我们被标签化这样的一个观点 所以我就跟天明哥沟通了之后 我们就达成了共识 拍了一期 这是我们的第三个阶段的视频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包括我们的剪辑 然后故事剧情 以及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流程 你感情路上顺利吗 还挺顺利的 反正都没什么人 于是我就被安排相亲了 还是在多伦多 之前看过上海的相亲角视频 父母拿着孩子的简历 四处吆喝 就像是古代 父母给孩子插了根稻草 上面写着 This is for sale 一直以为相亲和我遥不可及 直到我妈也加入了一个 多伦多子女相亲群 父母先把子女的信息发在群里 觉得不错的 父母先加了微信 然后孩子们呢 在规定的时间 规定的地点进行相亲 我不反对相亲 但是我不喜欢 把人商品化这个做法 学历 工作 年龄 就好像产品的外包装 价格 质量 处处都是交易的味道 家长眼里 别人觉得你幸福 才是幸福 至于你自己 幸不幸福 不重要 于是多年之后 你就成为了那个 为了父母而结婚 为了孩子而不离婚的那个人 我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 但结婚不是人生目标 生活本身才是 我是梁朝月 祝我们愿得一人心 免到老乡亲 不知道在线的小伙伴们 看自己的视频 会不会有一种尴尬的感觉呢 如果你有的话 你可以在评论区扣个1 我想找一下共鸣感 还真的有 嗨小伙伴 我们可以下来交流一下 如何克服这样的尴尬感 当然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探索的阶段 大家也可以看到 就是我的整个的一个心路历程 就是从一个找别人去讲故事 然后到自己去做一个口播型博主 以及再到一个变成讲故事的人 这么一个状态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真的要感谢很多人 包括其实最大的感谢点 就是我有一个 就是安周杰 他在这个视频号上面 给我很多的提点 包括这个镜头语言 还有封面 就是我以前呢 最早的视频 就是拍完之后 结了一个屏 然后放在那 然后后来呢 就包括屏幕上 这个0.99和1.01的时候 我就会提炼出来一个关键剧 然后把自己的照片抠出来 用美术秀秀 把它劈好 然后这一点就发现 真的是 你做的一点点的小用心 用户其实是看得到的 观众也会看得到 这个就是我 然后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跟邝老师 邝进南老师 也是视频号的一个大V嘛 然后在沟通的过程中 就是在内容部分 就是他的 他在表达的就是说 我们需要找到的内容 是一个可以源源不断深挖的海 而不是说挖两天 就枯竭的一个景 那这个就其实是在内容输出的方面嘛 然后我其实还想再分享的一个点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动起来 就是我只有在做完视频号的时候 才有这些心得体会 然后你在不停的迭代 然后你才能在这个做完一个成品之后 因为用户的反馈 然后包括自己去看 然后技术啊 或者是内容的选题方面 或者是一些跟大家的交流碰撞之间 你才会有更多新的idea 和新的灵感爆发出来 在接下来我是想分享一下 就是关于定位和人设这个部分 其实我不想用人设去来做 我们多伦多梁超越这个号 因为就是人设其实是剧本嘛 它是写出来的 而我们没有办法去 天天去演出来一个不符合自己的本身 而是属于一个 真的是找到自己的关键词 找到一个真实的自己 然后找到自己真正的定位 然后通过视频号的这一个平台 去展现它 这才是真实的 然后可以持续延续下去的 然后我也很幸运可以找到天明哥 然后能把我的想法 然后这样去实现出来 我们也在不停的迭代和实践之中 所以现在呢 我们一共运营了两个视频号 一个是多伦多梁超越 它的定位就是 我们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还有一个视频号是加拿大青年 这个是我们的slogan叫做 每一个人心里都有一盘火 而很多人只看到烟 我们是想记录在加拿大生活的年轻人 是想听到他们背后的故事 所以加拿大青年的这个定位 是一个听故事的人 所以这是我们对于两个视频号的一个定位 对然后接下来呢 我是想分享一下 就是现在的视频号博主 一共有这么以下几个方向 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口播类 不知道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 有没有在做口播类视频类的博主 它其实是视频号生态文化的起点 像我们肖大叶老师 那个就是视频号浏览量已经是过亿的 这个大V 还有一些非常有名的老师们 都是在有口播的形式来进行内容的持续输出 再一个就是vlog 然后故事和场景化的类型 像我们就是在往这个方向去靠近 当然我们在看的过程中 其实像口播类的博主 其实是一个这个 它的去最简单 也是成本最低的 因为只需要我们真人出镜 然后对着一台手机就可以了 然后上vlog啊 故事啊场景化 像我们第三个相亲的那个视频 其实会有一个真人的演绎啊 包括你要去出镜 这个时间成本其实是搭在里面的 还有一类呢 是纯配音 包括有一些剪辑的音乐啊 但是在我们之前也提到 就是打造个人IP的上面 其实它是没有任何的 IP流量聚焦点的 因为它没有人物 它没有把流量聚焦到这个 这个人物上面具象化 所以嗯如果说大家在考虑做视频号的小伙伴们 可以考虑前面这两种哈 如果看到就是根据自己的定位和时间 我们可以进行考虑 啊接下来呢 就是由天明哥来分享一下我们的选择 嗯好 谢谢 对然后我都说一句啊 就刚才看了那个我们梁朝月的前前三个视频啊 感觉这除了是这个一度的这个升级的过程 也是我们梁朝月一度减肥的历程啊 这个视频现在越来越瘦 越来越瘦 到现在啊 真的是 可能是可能是美颜开的档次比较高 对然后除了这个热物上再多说一点就是定位这一块 其实呃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做视频号的时候 可能一开始你可能不太好找到你的一个核心定位是什么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去多去看多去学习 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包括我们自己我们做做诺丹朝月的号 我们做加拿大青年的号 其实也都是有一个学习的对象 我们看了很多类似的视频号 然后我们学习他们的一些精华啊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始终觉得是要先模仿再去朝月 对你要先把他的对方的精髓掌握到 然后你再结合自己的自身的优势 再做一个针对自己的一个迭代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OK 那然后说到选题这一块 其实选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视频号里边的话 在内容层面的话 有三点非常重要的核心 选题 文案和镜头表现 啊 那第一点的话就是选 就是选题这一块 其实选题我觉得我听话打的就是共鸣感加烈信心 为什么这么写 就是因为刚才我们说的视频号是一个 我们讲半世文的社交的一个一个一个模式 所以说当你拍出这个视频的时候 你的标题一定要让对方有一种共鸣的感觉 他可能是他亲身经历过 比如像刚才我们发的那个相亲那个视频 可能在梁朝月这个年龄段这些年轻人当中 很多人都会被父母去逼着去相过亲 所以这一点的话当发出这个选题的时候 是能够产生一大部分群体的一个共鸣感的 他因为共鸣才愿意给你去看 那这点很重要 那第二的话就是什么呢 是猎其心 就是说这是人的天性 我们都愿意对于我们没有接触 或者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去感兴趣 比如说网上有一个非常好火的一个短视频 叫做在北京如果你欠200万 你会怎么去生活 要这么一个一个topic OK 那这点就是如果说我们抛开每个人的 比如说什么房贷车贷这些情况 绝大部分人应该不会经历过欠债200万的这么一个经历 但是呢你会有一个好奇心 他欠了200万 那他怎么去过这个生活呢 所以这有通过一个猎其心引导人们来进入到这个视频去观看 但你这个点呢不能够太大 对吧 你不能像老罗罗永浩说我欠了6个亿 那这个一般人也达不到 你想欠6个亿可能也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这个点其实是一个比较微妙的一个点 你需要把握住大众 活大众的一个用户的一个心理 看到他们喜欢看什么样的一个视频 这是一点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就是拍片你需要有一定的一个吸引力 能够抓住对方 比如说现在我们每一条视频 我们拍头都会有一个拍手 这样对 有这么一个动作在里面 就是拍个手 说一下你自己的一个主题是什么 那通过拍手这一下 是因为他有一个声响 加上一个动作 他能够一下抓住对方的一个 观众的一个 一个内心 好像说 好像有一个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的 他好像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他聚焦了用户的一个心智 这点很重要 那其实包括我们看到很多这些 做得非常好的大V 像邝景南邝老师 他也会说开篇 每次开篇他都会说 每天一分钟只说一分钟 因为他是一个口播的博主 所以他通过这种方式 作为一种视觉锤的形式 来让观众记住他的一个点 包括我们现在 每期的我们结尾的时候 也都会说 我是梁超越 想把我知道的故事讲给你听 那这也是我们的 这个号的一个slogan了 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 就是想变相的强调说 我们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在这么一个人设的一个定位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 你如何去抓住用户的心智 也是很重要的 那除此之外的话 其实我也看到网上有些人说 现在拍视频号很容易 比当年做微信 做公众号要容易的很多 因为公众号你要日更 想天天去写字很难 但你只要拍视频 随便用手机拍一拍 就可以拍出来了 但我觉得并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其实做视频号 跟做公众号一样的难 为什么 因为哪怕你公众号 你每天去日更 也不代表你这个公众号能火 你的视频号每天日更 也不代表你的视频号能火 你的一切的基于 都基于你自己的内容的核心 是不是足够的吸引人 足够的抓人 一切都是内容 所以说 因为刚才我们介绍了 视频号 它可以长到30分钟 但是你超过一分钟之后 你是要去点击下角的 一个小的按钮 再进到下一个播放菜单 去播放 所以这么多互联网 你每多一个点击 给用户增加的一个 你的行为的成本 就会流失大量的用户 大量的观看量 所以说 我们现在的咒证 都是希望 能够把我们的 目前的一分钟给做满 我们希望不超过一分钟 不要要用户 有多那么一个点击 那么一个形式 所以说 我们看了之前 我们八期的文案 我们八期的文案 一分钟内 如果想讲满 我们的文案 至少要写300到350个字之间 甚至有可能要到400个字 所以说 你如何在300到350个字之间 能够先提出话题 然后举例说明 然后再把自己的个人观点给讲出来 然后你整体的视频 还要幽默 或者说还要走心 抓住观众的心智 其实这点还是很有一些难度的 你需要有一个成本上 起下 起程转合 这么一个过程 同时你的选题 和你的整体 你的视频号的分合 也要符合你这个号本身的一个定位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 到目前为止 我们觉得 视频号 日更不是最重要的 质量是最重要的 所以多顿多顿超越这个号 我们目前为止 我们给自己的KPI是周更 每周至少要更一天 那对于加拿大青年这个号的话 我们的KPI是每两天更新一条 我觉得目前这个频次 是能够符合 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工作量 同时也能够符合受众的 那么一个观看的 一个行为的一个趋势 是这样的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质量 保重在第一位 OK 然后我们说一下我们的制作 制作现在是这样 就是很多人说 讲做视频号 我知道大家可能会比较 上来会就说 我要专业一点 我可能要去买单反 我要买一个非常好的一些什么 买个苹果本 我要用Final Cut去剪 等等这些要做的很专业 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 而我们呢 我们的拍摄期变成简单 我们就是用这么一个手机 这是我们的工作号 我们的这个手机 就是我们的这个拍摄软件 加上我们的剪辑的机器 都在这里边了 我们用一个iPhone iPhoneX来作为拍摄 然后同时的话 我们的编辑软件 使用的是剪映 刚才我看朋友去的小伙伴问 说分件软件 你下载 你进iOS 去苹果iOS 或者去安卓 接收剪映 都可以下载 很容易 它是款非常入门的剪辑软件 对 它又 如果是您是iOS版本的话 您要切换成中国的App ID 它加拿大的海外ID 是没有剪映这个App的 OK 对 然后因为我之前 我是中台媒毕业的 我也学了一些 编导一些的 台湾的一些工作 然后之前我也在电视台 就做过一些工作实习 其实我们10年以前 我在电视台 我们做后期的时候 其实当时用的是 非线性编辑的这种软件 非常大的机器 可能比台湾机 还要大好多倍的机器 然后我们去进行一个剪辑 那个时候 其实我们发现 当你往里边想增加一个运镜 增加一个蒙太奇的转场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难的 我们需要自己去做蒙版 自己去抠图 自己做一个镜头的转化 甚至有可能自己要去做动画 非常的难 但剪映非常好的上手 你下载之后点下去发现 它可能真的是一个 傻瓜机的一个剪辑软件 很好上手 它已经完全把你里边 这些所有的什么什么滤镜 镜头的转化 动画 都放到里边了 你只要轻轻的点击 去尝试 就能够轻松的 做成一个非常fancy的 一个镜头的转化 能够完全满足 在我们初期这段 做视频号的一个 硬件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初期这段 如果您的视频号的整体的一个视频质量 是保持在一个Vlog的一个级别的话 我觉得一台iPhone或者华为 加上一个三脚架 再加上我们一个剪映软件 应该能够满足 大部分人做视频号的一个基础的需求 对 然后同时除了这个之外 我想说的是最重要的可能是我们的镜头语言 镜头语言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刚才我强调了说 我们一分钟的视频里边 我们需要有300到350个字的文案 但是如果我们不可能就靠口播的博主 是我们就说350个字 那其实观众也会有一定的枯燥感 我们需要从中去穿插很多的镜头在里边 那我们怎么去穿插呢 我们需要用一些很特殊的镜头语言 来够把我们这些文案更好的去表达出来 那这边我会先放两个视频 大家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近期的一个第一个视频 然后他的视频叫 你都闹过哪些英文笑话 你都闹过哪些英文笑话呢 那是第一次我飞往多伦多的飞机上 空畅问 嗨 你都遇到过服务员问你一堆问题 你一个都听不懂吧 Hello How would you like your egg to be cooked? Scramble? Omelet? Over-easy? Or-sumby-sider? 我急中声之说 Surprise me! 服务员一脸智障的表情就走开了 还有还有在我上学的时候和黑人小哥聊天 一不小心把Black Obama说成了Black Obama 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 终极大杀起来了 这是我朋友的故事 一天他在路上看到一起车祸 抄起电话就要打911报警 但词汇量是真的有限 撞车这词不会说 于是 One car One car 你还别说 911真听懂了 我是梁昌悦 你们还闹过哪些英文笑话 评论区和我聊聊呗 OK 好对 这是我们的其中一期的一个视频 你都闹过哪些英文笑话 那其实里边我觉得可能比较有意思的点 是哪些呢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后边 我们后边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就是车祸这块的一个现场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想做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想说 要不要放一个车祸 或者一个网上搜一张车祸的照片 或者说如果我们有机会 是吧 大家让机缘巧合 去碰到了一个车祸 我们给它拍下来 但是我们感觉好像 其实哪个方式都不是特别好 有那天我在家的时候 发现突然发现我们家 肉丸小宝宝 在玩游戏车 我一看 这个好像还挺不错的 然后我一看一番车的游戏车的盘距 什么车都有 救护车也有 小黄车也有 警车也有 我觉得太好了 然后他救护车还会按一下 还有声音 这个配音都不要了 所以我们用的 我孩子的玩具车 然后把镜头给拉低 然后固定机位来拍这么一个镜头 就完全实现了车 撞车的过程 以及后期救护车到的过程 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一个表现 这样的话 是能更好地提高你的一个镜头的语言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是 顶级私校是否每一个家庭 我一朋友 威姐年薪十万加币 为了给孩子最好的教育 打起了顶级私校的主意 听说都是社会名流的孩子去上 威姐想 也算是给孩子积累人脉了 上顶私需要家长和孩子一起面试 但威姐走了个片门 幼儿园面试没那么严格 只要被录取 就可以一路走到高中 所以威姐花了重金 接受面试培训 孩子也顺利上了幼儿园 顶私学费一年四万 还不算科外活动费 威姐试试劲儿这都没问题 但上了一年 还是给孩子转学了 放暑假 同学又去非洲看动物迁徙 还有一家去阿尔贝斯山 住了一个月 威姐孩子呢 跟着爷爷奶奶散养了一暑假 因为威姐和老公都请不了假 需要继续搬庄给孩子攒学费 压垮威姐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有一天放学 孩子灵魂发问 妈妈 同学家有一个小岛 咱们家的岛在哪呢 威姐说 她不指望孩子有什么阶级跨越了 不是一个圈 千万别应容 给孩子更多的陪伴 就是对孩子最好的礼物 我是梁超越 想把我知道的故事 讲给你听 这块我一朋友 大家看到哪块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我们 从我们后期本会 就我们的评论来看 发现在四万这一块 是非常好的一个点 这也是当时我们的创作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文案里边写的是 顶级四校的学费是一年四万加币 包括可能包括一些什么 这些学费 以及赞助费 等等科后辅导班的这些费用 当时我们一开始设想是说 我们用一个那种电影里面 那种感觉 就是用语制这种行李箱 手提箱里边放上钞票 用这种方式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形式 来做一个镜头展现 但是我们感觉好像 它并没有那么的有意思 就它的这并没有到达 我们的一个期待点 所以说这个时候 我们就说 还有什么镜头语言 可以把四万这个点给融进来呢 然后我们一想说 好像麻将是可以的 麻将这边有四万 多少万都有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说 我们用一个手撵的 这么一个动作 为什么呢 就是你可能 你去报警司的时候 你不知道这个到底学费多少钱 用撵的一下动作就是 四万 行不行 跟打牌一样 你摸着这个牌了 行或不行 它就是你的牌了 你没有办法 你得认 那同时你可以看到 我们下面说 放了三个南风 为什么 其实也是在应对 我们前段时间非常火的 一个网络语言 就是我太难难难了 那这就是表示一点 就是说 如果你年薪十万的话 你想把孩子送去上一个 一年四万的学费的私校的话 其实对于这个家庭 还是非常难的 所以我们用了这种一个镜头语言 来很好的把这两点的这个视频表现 以及文案想告诉大家的一个内容 都给呈现了出来 那我觉得其实在后期 我们在反馈当中 以及我们这个视频 我们的短视频留言当中 也是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反馈 我觉得那就表示 我们这个镜头语言 其实是设定成功的 这是我们的两个这个案例 所以这是我们 我们请到的一个镜头语言 那除了镜头语言之外的话 其实大家在看到我们 梁朝月 我们在口播的时候 发现其实我们的说话的速度 还是很快的 为什么 就是我们在刻意的营造一个说话的一个紧迫感 因为所以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说话 在简直软件里边 简硬里边 我们做了1.2倍的一个倍速 我们给它稍微加了加速 在不失去原有视频的原汁原味情况下 做一个加速 第二的话好处是什么 我们的食堂会所段 我们可以把更多的内容容容进来 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可以融入更好的一个紧迫感 第三我们可以进行一个 把我们的文案进行更好的一个输出 所以这是我们在视频上做的一些功夫 这是我们跟大家做的一个简单的分享 接下来就是下一步 当我们拍完了 然后写完了剧本 拍完了 然后剪完了 那发布出去之后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运营 就是要让更多的小伙伴们看到 那这一步呢 也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 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视频号呢 是需要有认证的 那有的小伙伴可以看到 你的视频号的上面呢 是有一个小标的 有的是蓝标 有的是白标 有的还有的是没有标 那大家就是有不同的意义嘛 就是蓝色呢 其实是代表的是你已经认证的企业 或者是机构账号 那如果你是白色的一个对高 其实是账号已完成兴趣领认的 领域的个认证账号 它可能就是 比如像我们认证的就是生活类自媒体 还有一些职业职场 包括美妆 还有时尚类的 不同的种类 它的关注数呢 就是超过一千人就可以了 再一个就是灰色的 就是关注度超过五千人 再接下来的就是我们金色的大V 就变成了已经是有效关注数超过一万 它的有效关注数是指呢 剔除可疑的非正常用户 比如说你挂外挂了 或者是刷量啊 之后的这些等等的 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啊 我们之间探讨 就是对于 我们是之前定的一个所谓的KPI吧 就是一个小的任务目标 就是多伦多良超越呢 要尽快完成一千粉丝的认证 这个是原因是告诉我们自己 也告诉大家是 我们在用心经营这一个账号 说明我们在很认真的去完成这件事情 但是当我们认证完之后 其实就不在追 就是不会把时间和精力 完全在focus在涨粉这件事情上 而更多的是 关注在我们的点赞和评论上面 这个东西 这两个维度 就其实是我在找我们的 粘性用户 或者说真的跟我们是同频 或者说喜欢我们的忠实的小伙伴们 那这一点呢 就是我们之间的一个共识 如果直播间的小伙伴 你也觉得是这样的呢 可以在评论区敲个一 我们互动一下 如果你有不同的意见 也欢迎在评论区表达你的看法 咱们也可以稍后在下了直播之后 我们一起来探讨 接下来呢是 我看一下我们的聊天区 这个小伙伴 谢谢你哦 对 它其实会有 视频号会有一个推荐机制 它有两种 一个是人工推荐 一个是系统复具模型的推荐 那我们可以看屏幕的右边 是有动态入选热门推荐 这个时候呢 你的你的视频号会收到一个私信说 恭喜你啊 你发表的这个动态进入了热门推荐 那它相当于进入了一个大的流量池里面 你会有一些基础的流量 那其实 这个东西就会考虑你的朋友点赞啊 兴趣推荐 热门推荐 还有附近推荐会在这个方面去显示 接下来我是想跟大家聊一下 其实更多的是如何去拿到更多的流量 或者说让更多的人看到你 我们得到更多的关注 那视频号呢 站内流量分布会分为四个 我们分为订阅关注 社交推荐 兴趣热点 地理位置 那其实打开视频号的这个首页之后呢 可以在上面的对话框里会看到 第三个不同的分类 那我们接下来 这个是属于视频号站内的一个分布 但是我们跳出来视频号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通过群聊 私聊 朋友圈和公众号 这个怎么说呢 我们一般发布完之后呢 会把视频发到朋友圈 这样的话呢 会让更多的朋友圈的小伙伴们看到 然后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直播间的小伙伴有没有收到 就是啊 现在的小伙伴 我发了一部 我发布了第一条视频号 欢迎你点赞关注我 如果你有收到的话 欢迎你举个手 或者是评论一下 这个是 就是我们要私聊去 吸收和关注嘛 然后还有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群 然后我们把它发到群里 有一些配的自己的文案啊 或者就是 丢一个视频链接 然后发一个红包 说感谢大家的关注点赞 这个是我们常用的一些手段哈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自己的一个看法就是 我们要去就是在群里互动这个部分 有一点的小小的心得就是 如果你只是丢一个链接进去 其实是没有很大的意义的 就很就很像你发了一个广告 大家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而视频号更大的是一个社交的一个属性嘛 你要表达你想表达的 展现你自己的一个所谓的定位 然后你想 你到底是想通过这个视频号 你想表达告诉大家什么 然后展现什么 而且更多的是 你要在社群里面进行输出 其实我有加入到很多的社群里面 很多小伙伴愿意自己去分享 自己在做视频号的一些心得体会 然后包括自己的所学 每天的这个感悟 那其实这样的话会加深 其他人对你的印象 那从而你的这个人物形象会更加的立体 大家会觉得你是一个 就是透过屏幕会更有血有肉 那我跟你的距离感会拉近 那我更愿意去跟你交一个朋友 通过视频号的形式 我们来拉近彼此的关系 那同时呢 我觉得就是在吸收了海量知识之外 你自己作为我自己呢 也是需要一个输出的方式 我之前就是在社群里面去分享我自己一路以来的心得体会 这真的是我一个很小的一个转变 以前就是说 我也就是接触视频号很短的一个时间 我到底可以做一些什么输出呢 但是当我自己整理完之后 发现也是真的可以帮到一些人 比如我跟一些小伙伴去探讨了之后呢 包括他的从他的定位 然后包括他的这个镜头语言 或者是剪辑的过程中 那他的视频号就是有一点点的转变 那就跟我讲说 好像你的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那这个反馈其实是更加坚定了 我做视频号的一个信心 那其实是一个正向反馈 在这样的一个持续正向的过程中 自己也会越来越好 这个就是我的一点点的小的分享 那基于刚刚我们来说的流量来源 我会把它分成了三大类 我们可以看颜色不同 我们通过关注和公众号这个部分 其实是我们的首要路径 就是来积累粉丝进行沉淀的 那再一个就是朋友点赞和社群聊天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大家最近特别特别爱提的破圈 就是我们的社交连变 这也是我们的核心路径 通过这样朋友点赞让其他的朋友看到 以及你在社群里聊天 连接到不同你朋友圈以外的朋友们 那这个就是你所谓破圈的最好的一个方式 再一个就是推荐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相比其他两个 是比较次要的一点 是因为它更注重于你的内容 当然这一点就是说 我们所谓的破圈就是在于内容上 一定要有共鸣感 就像刚刚天明哥提到的三大点 有共鸣感 然后让大家有得到感 这样的一个东西 再一个跟大家安利一个好用的小软件 这个是视频号的现在推出的 它越来越像一个 就像抖音一样推出了平台 剪辑工具 以及你的数据分析的软件 我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了解过视频号助手 它真的是一个神器 最近呢也是我们 我在维多利亚上班的时候呢 也是就是数据分析是一个热门的行业嘛 那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关注于数据 知道我们每一天的增长 用户增长呀 包括用户发向呀 这个这些的所谓数据来源 那视频号助手就很好地 把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 你可以用PC端登录 然后就是微信二维码扫描 它可以看我们账户里面的 每日竞争数据 然后也可以看到一些指定的用户的 就比如说你现在有取关呀 或者是到底有多少人就是新的新增用户 以及最好的一点就是你的用户画像 这一点对于我们有一些企业主们朋友来说 是更好了解你自己关就是关注用户 用户关注的这个画像层面嘛 到底是男的多女的多年龄层年龄段 还有这个这个所在地 包括是海外还是在国内哪一个城市 以及它还有一个好处 比如多多梁超越这一个视频账号 我们是两个人一起运营的话 其实通过它呢 就是两个人一起登录 进行管理 就方便了 他要登我的微信号上去 然后上传视频 这样就很麻烦嘛 当然了也是不想让他看我的微信嘛 当然也没有什么可看的 对 就是这个案例给大家 当然就是前期 最近就是 那个视频号推出了一个软件 如果说在海外的小伙伴没有 那个国内账号的话 你也可以试一试瞄减 这个是视频号它自己推出的一个账号 但是基于我们之前的这个测试哈 还是简映最好用 包括简映也出了Mac版本 就是电脑端 但是其实手机的简映真的是强烈案例给大家 我就是归宗来讲 运营这个方面 其实视频号玩的不是剪辑 就是社交 需要通过社交的手段来让你进行破圈 也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你 你一个生动形象的人物形象来展现给大家 然后这就是我在运营上面的一个输出 接下来这一页呢 是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小的运营技巧吧 这个不跟大家展开细讲了 我们可以接下来自己带我们来讨论哈 就是你可以利用公众号来推广视频号 就是公众号嵌入视频号进行推广 然后你也可以用私信维护运营你的用户粉丝 然后你也可以通过爱他别人实现引流 包括你也可以通过把自己的视频号实现私密账号进行电线 以及你可以置顶视频引导用户观看 还有就是利用原生跟拍蹭热度 这个就跟抖音的逻辑一样 就是你在抖音上面看到了一个特别热门的视频 你就点击跟拍 它其实是某种程度上会有一个运营机制帮你去助力的 那这个小节呢 就是给大家一个总结 大家可以看一下 简单看一下 其实跟之前我们讲的是一样的 包括时长音乐尺寸 我之前录视频有一个 之前也是维多利亚的老师 叫David老师 就一直跟我吐巴 说杨亮你能不能买一个麦 之前我不是自己做口播 然后自己在家录 就是这个音频音质效果太差了 所以他一直说我送你一个 然后就收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礼物 就是所以音质这个东西也是很重要的 然后包括封面 你要考虑 要充足考虑自己的这个视频 把自己的重点highlight出来 这一点其实看我们很多大V 金威啊这些博主们 大家的封面其实非常整齐 你这样点开你的视频号的时候 给用户一个非常舒服的感觉 再一个就是像清晰度文案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冷启动 你如何实现冷启动 就是动用你自己朋友圈的这个用户 你的好友 让他们来进行点赞 让他来进行帮你传播 好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变线 那如果我们做视频号不涉及到变线 那这一点其实很多做着做着 也就没有动力了吧 那我们目前来看 现在做视频号博主们嘛 有一些就是企业主们 他一定是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 然后实现一个引流 让自己的用户 自己的用户更加提高自己的转化率 当然这个部分有很多人已经成功了 就是经常有公众号 或者在群里面看 我三个月之内实现200万变线 这样的秘诀 当然这些就是非常厉害的人 我们就要向他学习和取听 这是第一种 还有第二种呢 就是实现 就是通过视频号 加上链接的形式 带入广告 这是第二种 还有一种就是像我们 就是希望通过剧本剧情 然后非常顺滑的植入广告 那我们之前给多伦多梁超越 定了一个想法的目标 就是八期能够接到广告 那这一点呢 也是可以说我们也实现了这样的目标 那就是通过我们天明哥的努力 以及我这个出镜 对 就是这是目前为止 现在的变现的一些渠道方式嘛 嗯 因为就是说视频号其实它动用了整个微信的生态 大家其实可以好好关注它一下 因为你想又有人 然后你又有内容 包括你又可以连接生意 因为它有小成 不知道我们小伙伴们有视频号的 可以打开看一下 它有自己的小商店 而小商店里面呢 会有自己就是腾讯推出的自己的小商品 就相当于如果当你的流量起来了以后 你也可以选择 在这个腾讯 叫产品库里面选择物品 然后去进行带货 但这也是某一种程度上的一个变现渠道啊 接下来呢 就是总结一下 我们对视频号的一个认知 好 对 然后我们刚才讲的这些 其实我们现在回过来回过头来来看 我们现在发现 其实视频号的本质 就是我们之前说的一个半书文的一个社交 这点非常重要 那你发挥出的一个核心的是社交优势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你的这个内容 你的这个号的一些东西质量 首先第一点是让人不反感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然后其次是什么呢 是有趣 这点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OK 那为什么怎么来说 我们来打个比方啊 就是你身边生活当中 一定会有一些朋友是挺幽默的 或很有意思的人 那这样的人你其实 你的生活当中 你是愿意跟他们平行多接触的 因为为什么呢 你跟他在一起的话 你也会很开心 对吧 但这些人的话呢 他不一定是一个相声演员 或者说他是一个这个脱口秀的演员 对吧 那就是他很幽默 很招人喜欢 那这种人就是天生有亲和力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其实做视频上也是一样 我们给自己的人设是什么 就是让人不讨厌 让人觉得很喜欢 很舒服 这就是一个核心 OK 那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 就是知识类的博主 分享类的博主 那你给大家提供的内容 就是一定要有用 这点也很有必要的 OK 那如果你在有用的前提下 你还有趣 那你一定是个大V OK 那如果说 那除此之外的还要一点就是 我们内容像我们这种 讲故事的人 那我们可能想 尽可能做到有趣 那同时我们也要做到 有共鸣 或者有列奇 有列奇心 有列奇感 这一点也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也在这方面 现在一直在努力当中 OK 那这是我们说的这一点 那除此之外的话 就是我们发现 目前也看到很多朋友 在做视频号 那感觉到 其实我不敢说 大家有什么问题 就是我们的一个感触 就是说 可能现在朋友们 有些人会把视频号 当成朋友圈再发 对 然后为什么呢 因为朋友圈 只能发15秒视频 在那视频号 你可以一下发一分钟了 可能对于你的产品的传播 你各方面这种公司的传播 会有很帮助 你自己点个赞 你身边同时的帮你点个赞 你觉得可能会传播给了 好几百个人 甚至上千个人 你的传播量一下子就增大了 比你自己发个朋友圈 更有效果 那我觉得OK 是这样的 但是有一点就是 视频号的点赞 是一把双人键 这点其实我们现在 就是我们深深的改变 这么一点 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你通过一些 我们的社交 我们的交情 让请朋友来帮你的视频号 点个赞 OK 但也许 你只是想传播你这个内容 但你可能忽略的一点 就是说 你是站在你的一个 商家的思维来想这个问题 但你并没有站在 用户的思维去想这个问题 就是你这个推出来 点出来这个产品 这个视频 用户到底感不感兴趣 喜不喜欢 这点其实还很重要的 为什么 就是说 现在视频号有很大的问题 就是基于社交推荐的 这些视频 他的这些推荐视频 并不符合用户的一个预期 那这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那之后当 我对于这个号的一个认知 就是说 你就是一个 纯广告号 或者你就是一个 没有太多营养的一个号的话 那他以后再看到你这个视频 就会一扫而过 不会去看 万一以后有一天 是吧 那个视频号推出一个 拉黑的功能 那其实是非常不好的一个效果 一个影响 所以这点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 我们希望就是 我们不要把这个视频号 当做朋友圈来发 当我们去发 首先我们要把自己的视频号定位 定好 就是第一 第二的话 就是当你发布一条视频的时候 你要先问一下自己 就是这条视频 是否让你的受众 让你的观众觉得有意思 有趣 或者说觉得有用 那是否跟你的这个视频号 本身的定位是相似的 其实这点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那除此之外的话 其实目前我们也说到了 就是他这个视频号的一个推荐机制 是通过点赞的方式 能够影响到更多你的身边的好友 帮助你点赞 但我们也相信 因为这是就像刚才我们说 这是一把双刃键 所以我们也相信 未来视频号 很有可能会出台一个新的政策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会弱化点赞的行为 打个比方 现在我们是说 比如说我有六个好友 点赞过此视频 你点一下能知道 是你六个好友 对这个视频形成一个点赞 但也许以后有一天 因为我们看到有时候 视频号本身团队在内测当中 我们看到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它只显示说 有15个好友 点赞了此视频 但是你看不到是哪15个好友 点赞的这个视频 这个时候的话 用户的这个点赞的压力 隐私压力就会大大降低了 这个时候就真的是纯拼 你的视频内容质量了 而并不是拼这个社交了 所以说这时候 你的内容质量要比你的社交 要上了一个层次 除此之外 还有可能 比如说我们因为一些隐私压力 我们会发现 有些人 有些朋友 看了你的视频号 看而不点赞 但这又是很正常的 OK 但是你会发现之后 可能会有视频上给你推荐是 你可能有30个好友 看过此视频 他说的不是有点赞 而是说有30个好友 看过此视频 其实这也是对于你这个 视频号的一个 新的推荐的一个机制 一个玩法 因为这个是我们观察到的 现在视频号 在不断内测过程中 在强调的一点 他可能在找一些 不同的一些边界 所以我觉得 不管怎么样 中微到底 我们还是要对视频号的 一个质量 做出一个保障 这点还很重要的 然后紧接着我们来说 就是视频号 刚才我们讲到 视频号是基于 微信生态的一个 一个全新的内容 创作平台 所以的话 我们是要打造一个 社交平板 这就是我们个人品牌 时代的一个来临 我们高超老师 超高奖的 个人品牌时代来临了 怎么来临了 视频号是我们非常好的 一个第一道名片 你去展现给你的 身边的朋友 你展现给你的半数人 或者是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那就是你的陌生人了 但你用这种方式 让人知道 你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他可能是一个有趣的人 有用的人 对你第一步的一个了解 对 达到社交明天 非常非常的重要 这是你的人设 你的定位 第二步 提升你创造价值 通过你更好的这些内容 进行一个更有效的 一个传播 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同时第三点 你是有机会链接到超过12亿微信的越活用户的 我们不管现在抖音和快手有多么的火 他们现在的越活 6亿越活 仅此而已 在中国目前整个广大的一个华人市场上 没有另外一个产品能够比微信更有影响力 微信的越活是12亿 如果你的视频真的是足够的有穿透力 你是有机会去链接到12亿人中的某一个人的 这可能在过往当中是我们是不敢去想象的 所以这点非常的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强调一点 视频号就是对于我们创造者一个最好的一个社交名片 然后之外的话我们再看下一个就是 再回过头来看 看我们之前讲的这一点微信的价值观 让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品牌 所以现在我相信当我们说完这些分享之后 大家可能也会开始去想去思索一下 我们可以互相来交流 就是我们的视频号 到底应该怎么去定位 我们的镜头到底应该怎么去转线 我们到底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文案 什么样的选题来加深用户对我们的产品 或者你个人的一个认知 更好的去进行的一个个人的推广 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大概今天 目前为止一个简单的一个分享 然后我们后边应该还是有一个视频要分享 对就是在我们在做加拿大青年的时候 也是希望跟更多的人进行面接了解更多的人的故事 就是之前我们两个互彩的时候 然后就在想 那我们去打个样吧 然后跟大家来看一看我们究竟是想得到什么样的故事 这个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偶像包袱了 这个怎么能有偶像包袱呢 我就是一个这样的人设 讲故事的人 这是我们的一个话题 从陌生到陌生 对也希望跟大家来探讨更多这样的话题 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好 我大学四年的铁杆闺女 我觉得那 以前觉得说我们俩就一定要是伴娘 孩子干妈 后来他去了日本读书 我觉得说我们好像不会断了年纪 然后我们也试图去刻意 比如每周去聊一聊天 然后每个月去聊一聊 但唯一改变的就是这次疫情三月份的时候 他从日本回来了 然后他回来的那个时候 因为也是隔离 隔离的过程中没有再去见面 然后聊天也少 当时后来直到我在ins上面看到他和我的另外两个 我们当时四人帮 后来他跟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去聚会的那一刻 我其实听起来挺失落的 我觉得我好像是被抛弃的那一刻 我也没有去刻意的去问 然后我们之前那个四个人的群也就再也不说话了 就是没有任何声音的告别 到现在我都没有敢给他发个微信 我所有的沟通是通过ins通过跑舞圈 我就不敢 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说要干啥 然后我发了ins之后 他就说生活本就忙忙碌碌 默默的看着你一点点成长 一点点强大 很为你骄傲 希望你更好 生活更精彩 有机会我们相聚 就发了证文的 我们俩就没了 我们俩在一起送家 然后我们俩春节 我都会去他家过 我们俩就一起去单身狗 我说我们俩就是互相嗑对方 到现在都没有男朋友 我们俩就一起打朋友过日子 后来他咬了一只猫 然后我们就一起咬 然后发那个微信的时候 就觉得就有些人真的是 走着走着地打 好 其实这个故事我们是想说 就是这也是我们之前在聊天的时候 就是成年人吧 都是一趟列车 然后没有很多人能够陪你走到一个旅程 然后我们也是想 在这个辅导 稍微浮躁的社会里 去了解更多走心的故事 然后了解更多这样的话题 和大家去探讨 不想讲更多的大道理 然后每天都是鸡汤 其实可能有一些这样的时间 我们稍微的放松一下 来听一听自己的声音 然后了解一下自己的故事 可能这个是我们真的加拿大青年想做的一件事情 然后也希望有这样经历的小伙伴 或者是如果你有更多想探讨的话题 都可以跟我们联系 然后我们加拿大青年欢迎你 如果您不方便出镜的话呢 我们用多伦多梁超越的角度来讲述你的故事 那当然了 也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们两个账号 然后大家可以互动留言 这个今天我们的分享呢 也就是到这边结束了 也很感谢在线的小伙伴们 跟我们陪伴了一个小时的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 现在可以在或者说想探讨的 我们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留言 我们做一个交流和互动 对 谢谢各位 之前说 天明哥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那在粉丝涨到一千之前 是不是不用管它 是不是有效关注啊 这个呢 是这样 我觉得 其实你在粉丝在涨到一千之前 其实就是你对自己的视频号 一个打磨的一个阶段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 因为像梁超越之前的号 其实在刚开始 我们在共同来做这个之前 他的粉丝量可能是 三四百的一个量 一个样子 那我们是大概用了 两期视频 我们就把我们的视频号 升到了一千 就是你还是需要 是通过你的优质的内容 来吸取更多的受众 让他来关注你 这点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也说了 为什么后面的话 就是我们不管 他的这些 这些关注 是不是越来越高了 因为你当你有一个 一定的一千 你这个基础用户之后 基础的关注以后 其实你是有一定基础的量的 当你发完这个 每次发完这一期视频号 最后的时候 这一千个人 都会在关注内来看到你 所以你就会有一个 潜在的基础的量 这点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认为 最好还是要是一个 有效的关注 这点还是很重要的 我们看一下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我们今天其实就是 大家互相的探讨 因为其实我们也是只是 做了大概 真正开始做 一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并没有做多长 但是我们只过这段时间 比较算是 欧洲在做这件事情 有一定的心得 和一些小小的体会 我们大家互相来交流一下 是这样 好的 我看到了 大家刷屏的说 在分享太棒了 要相信维多利亚教育集团的 我们的贡献营的品质 我们永远会把最好的老师 请给大家 因为我们请到了后浪 都是这么有水平的后浪 那在这里 校长有两个好消息 告诉大家 第一位呢 第一个好消息就是呢 我们这两位呢 小伙伴会连同 另外三位大咖 然后呢 三位年纪大一点的 为我们开一门 视频号的课程 但我们这个课程 要等到一月份 所以呢 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所以大家呢 敬请关注 那现在呢 我们来一个叫 北美offer锦理 这是一个视频号 亲爱的同学们 如果你们想知道 我们的梁超越团队 他们的水平有多高 请大家关注这个视频号 这个视频号 就是维多利亚教育集团 我们在昨天 刚刚成立的视频号 我们今天发出来的 一条视频 我们已经在短短的 几分钟内 有50人点击了 哇哦 我觉得说一千到一万 都不如拿出来 效果更重要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 让我们一起 拿起手机来 来扫一下 维多利亚教育集团的 视频号 叫北美offer锦理 在这个视频号里边 你会发现 我们的梁梁 包括我们的天明 他们的思路 是多么的精炼 又是多么的直接了当 所以大家请关注 请关注 谢谢大家 我也会关注你们的 我有这两万多个粉丝呢 这个所以大家啊 敬请关注 因为我们呢 会跟大伙呢 在这里边呢 来分享每一个成功学员 他们找到工作 他们这个投资赚钱 然后包括呢 他们自己是怎样呢 这个创业成功 然后呢 这些故事 用故事来打动别人啊 所以你看校长是第一位 来启动北美梁超越团队的 来做视频号的 这样一个公司 所以校长永远能够具备前瞻性 虽然我已经很老了 但是呢 我只要能够找到年轻人 我就不怕被后浪给拍到了沙滩上 因为呢 后浪呢 愿意帮我来做事情 亲爱的中老年的这个同学们 大家同意吗 又像我这样的中老年这个同学们吗 可以举个手啊 大家这个没有关系的 我们是这个前浪就是前浪 但是呢 我们可以呢 让后浪来帮助我们 对吧 你看啊 难道只有MZ一个人是年纪50的人吗 难道我就不信了啊 OK 谢谢大家 好的 那大家呢 想都是问题 做才是答案 今天的日前真的是太棒了 所以呢 在这里校长要告诉大家 第二个好消息 如果呢 你说我想跟这两位老师学习 一月份 他们俩会有一个视频号的课 如果你说呢 我想呢 请这两个老师 单独的一对一来帮我 比如说一对一呢 来讨论一下视频号 或者说一对一呢 帮我做一个企业 哦 威多利亚 Maria 你都请他来 来帮你做视频号 那我呢 有没有可能呢 我自己呢 打死我也不是一个帅哥 我也不是一个美女 我有没有可能请他俩来帮我 运营我的视频号呢 我们公司是个餐饮 我们公司是一个 比如说是一个医美 当然是可以的 那我们呢 现在全部扫码 亲爱的朋友们 扫码进入我们的视频号 讨论群 我们在这里面呢 进行接龙 我们今天开放五个跟两位老师 然后同时呢 他们还要给维多利亚运营视频号 最近我们这个疯狂的两个小伙伴在给我们拍东西捡东西 拍东西捡东西啊 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向往啊 因为我相信维多利亚 因为我们呢 这个他们不单纯的说只是给我们做视频号 包括相关的像小红书上啊 然后呢 像这个很多 大家知道这些啊 小网红啊 他们的思想真的是太先进 真的是太棒了啊 靠近厉害的人成为更牛的人 yes啊 所以呢 这个大家如果呢 想能够呢 和他们站在一起 听他们的更多的一些 我们有五个一对一的名额是免费的啊 以后我估计一定是要花钱的啊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大家呢 这个如果想进入我们的共学营 如果您还没有进入到共学营 我们共学营 这个每个星期都有精彩分成啊 我提前剧透一点 我们下周 周一周二周三 周四 周一周二周三 三个晚上 你知道干啥呢 来总结2020年的投资 展望2021年的投资啊 三位大咖 然后投资大咖呢 叫做三剑客 百葛争度 百价争名 来听一下精彩机了 我们在最后一个星期 12月28号 12月29号 12月30号 我们会来给大伙讲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我们会给大伙来讲呢 叫做预测2021年的年运 哇哦 天哪 会给大伙来带来啊 不同的 从易经的角度 然后从国学的角度 来预测2021年的年运 然后包括我们的戴杰老师 都会出山啊 那我们在12月30号 那天晚上 我们会在共学英里 我们的直播间 搞一场呢 联欢会 我们会有1000元的 一共10个 100块钱的 现金抽奖 咱呢叫做 叫做什么 叫做不差钱 你知道吧 咱就是这个 这个 咱就是不差钱 咱这个词叫做豪横 对吧 叫豪横啊 对不起啊 我这个想了半天 我听卷落后了 对 我听他俩说过这个词啊 但是呢 我就想不起来了 你看啊 所以 豪横 这个豪横 咱就是豪横你知道吧 谁都没有 就是豪横 对 豪横 咱就是豪横啊 拿出1000块钱抽奖 所以大家啊 12月30号晚上8点钟 准时上线 来感受一下啊 我们维多利亚 这集团咱们共学营的 一个跨年狂欢 好吧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啊 大家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 哇 很多朋友啊 疯狂的送信 谢谢 谢谢啊 这个 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 还没有进入共学营 人生不完美啊 大家扫一下 我们下面的二维码 就是我们亮亮的 小助手的二维码 实际上啊 然后呢 大家回复 维多利亚 他会拉我们进11群 我们已经到了11群了 5500人啊 每天晚上共学共进 拥抱未来 大家想一想 这种场景 细品 品一下都很美啊 真的是这样 所以为什么校长 不眠不休的 每天带领大家往前走 就是因为呢 你是活在一种呢 目标当中 活在一种梦想当中 叫醒我们的 永远都不是闹钟 而是梦想 希望大家记住这一点 我是眼球着 这俩孩子啊 天明和亮亮的 说我们做个视频号 然后呢 一点一滴的研究 一点一滴的拍视频 然后一点一滴的 从最初的丑小鸭 现在变成了白天鹅 他们是这样子来做到的啊 这个不夸张吧 是吧 天明对吧 我们当时啊 你知道我们要给你们 剧头太有意思了 说这个视频号 一开始没有人点击 说原因是为什么 然后天明得出来的 结论是什么呢 是说呢 我们的女主角 我们的女主 长得实在是太丑了 然后来呢 这个作为干妈呢 我又补了一句 我说哎呀 我说她比较能吃苦 丑就丑点吧 你看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 哈哈哈哈 真的是这样 后来我们的女主 发奋图强啊 现在呢 你看变得这么美啊 所以 所以亲爱的朋友们 真的是啊 有很多欢乐 然后呢 有很多探讨 然后呢 有很多郁闷 但是呢 更多的是 有这种呢 叫做这个 手的云开 见日出的 这种喜悦 所以呢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都能够坚持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视频号封口上的那个网红 你看我没有说那头猪啊 是那个网红啊 那个网红 好吧 亲爱的朋友们 咱呢 这个要飞起来 飞起来啊 飞起来 好吗 跟着我们两位啊 这个今天晚上啊 太快乐了 你看校长都给大伙来点幽默 哈哈 是的 然后大家呢 赶快扫码入群啊 进入到视频号 好吗 那我们明天大伙都知道 从早上十点钟 你开始送萨斯课了 在贡学营里边 我们每分钟告大家 什么送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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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伙要进到我们的贡学营里来 十点钟 我们就开始送萨斯课 60个小时的课 然后下午一点钟投资课 然后呢 数据课 然后个人税 然后呢 一路走下来 从周六周日两整天 二十场直播 然后让大伙过足了上进的银啊 你每天都在学习 都在进步 真的是很棒 好吧 然后呢 我们下周一开始呢 我们最后的这个维多利亚 我们贡学营的跨年演讲 然后呢 三位大咖啊 这个呢 华山论剑 然后呢 到底2020年投资会怎样 然后再另外呢 我们最后会来给大伙讲一个 跨年的年运 2021年 装上人生的方向盘 然后根据这个年运 我们来决定啊 到底应该怎么办 好吗 这是我们啊 周六的安排 大家也可以拍一个 拍一张 拍一张照片啊 然后谢谢分享 谢谢妹啊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能够贡学贡机 拥抱未来 好吗 太棒了啊 太棒了 我期待着两位年轻人啊 连同几位老同志的啊 老司机的课程 在1月份给大伙推出 这个推出来这个课程啊 这个拭目以待 他们的课 其实贝勒已经很精彩了啊 校长为啥今天这么幽默 就是看他们的视频号 然后呢 觉得人生没那么沉重 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开开心心的 同样能够把生意做好 同样能够把企业做好 同样能够把工作找到 同样可以投资赚钱 同样可以成为网红 在我们的人生啊 从来都不知道说 原来我是具备网红潜质的 就像我们啊 刚才已经讲了 我们原来被誉为说 因为女主太丑 现在呢 你看人家点击量 已经到这个程度啊 所以每个人 我们都具备网红的潜质啊 好的 亲爱的小伙伴们 再一次感谢大家的聆听 那我们呢 今天晚上又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一个晚上 感谢大家对维多利亚的信任 感谢大家呢 这个参加我们的活动 那我们周六周日全天 直播间不见不散 那我们呢 下周一晚上 华山论见 第一见 总结浩荡的2020年 为什么大把人在2020年赚钱了 然后呢 那我们这个2021年 投资准备好了吗 然后星期二晚上 飞跃新的一年 美股会带来新的奇迹吗 让数字告诉你 周三晚上2021年 小白如何赚到投资的第一桶金 所以我们下周 一二三晚上八点钟 不见不散 亲爱的小伙伴们 那我们的音乐即将响起 又到了要跟我们嘉宾 道一声晚安的时候了 亲爱的朋友们 让我们热烈的举手 对我们今晚两位年轻的帅哥美女 表示一下 感谢好吗 道一声晚安 让我们在我们的群里 和他们互动 不要忘记给我们的美女帅哥 送鲜花送掌声 然后呢 不要忘记啊 跟他们有更多的互动 赞美一下 很重要啊 要学会每天赞美一个人 要学会赞美呢 我们的嘉宾们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谢谢 晚安 我们明天直播间 不见不散 群里见 群里见 五个一对一的名额 马上就没有了 赶快来抢名额 谢谢 谢谢 谢谢凯莉 谢谢大家 谢谢 好棒 好棒 太棒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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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告诉我 躺在你学校的照常看星空 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配奏 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 多少年代了 到现在我还在写着 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 有人默默的别在你的身边 也许我不该在你的世界 当你收到情书 也代表我已经走远 学校旁的广场 我在这当中思想 等你下个一起走好吗 你弹着情唱你爱的歌 暗亮一点都不痛苦 痛苦的心 你根本没看过 我常常这么自信 趁着我不进你心里 在人来人往找寻着你 守护着你 不求结局 我 你又擦几了过 我整个白几周 终于你亏了头 我还在心里 我看见你 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 做什么年代了 到现在 总有一天 总有一年 会有人默默的 别在你的身边 也与我不 时间 你收到情绪 走远 谢谢大家 今天晚上的主伴 各位晚安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